回來我們又看遠一點 加拿大 加拿大大家知道已經改選完畢 少到老多 受款已經跌窩了 但仍然執政 他在上一個星期公佈了新的內閣名單 他剛剛新做總理的時候 幾年前不是現在 一出來其中一件事是 內閣要多些類似 這次他繼續保留了傳統 我們經常說用人為財 誰是可以的就用他 但他整個內閣 我們見到的很多時候都是用人為親多的 我們認識他 知道他 很熟悉他 小到老多 計算他自己的內閣有37個人 他做到男和女的比例一樣 接著又照顧到加拿大不同的省份 有不同省份的人入國 然後有少數族裔 37個怎可以是對等的 不計算他自己 不計算他自己 18至18 然後加拿大又講法文 又要講法文 他自己無語都是法文 初到很政治正確 所以政治正確底下 是不是每一個位置 都是 那個人真的可以 可能全部女人 得過全部男人都不定 不知道 但無論如何 他就組成了一個內閣 但是這次最多人說 最多加拿大人自己說 這個內閣 就是有一個新的部長的名稱 叫做Middle Class Prosperity 即是說是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繁榮部 怎樣幫他們改善生活 所以prosperity大家都知道 希望豐盛繁榮 但Middle Class是甚麼意思 那些人直接問杜魯多 你怎樣界定Middle Class 他的答案是好妙的 他說我們加拿大人自己知道 Middle Class 我們香港也有說過 看法國電影喝咖啡 那個就是薯編叔叔 曾俊華2013年 說到Budget的時候 那時我和他還在做同事 他應該拿37萬一個月左右 不計其他的福利 37萬當時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叫做中產 其實都挺上流的 其實就是難定義的中產 好了 這個首相 他委任中產繁榮部長的時候 他委任每一個部長 有封信 都有封信 我就特地進去看看 他怎樣說 這個人應該做甚麼 很長的封信 我猜印出來也有四版字 看完之後 完全沒有界定甚麼是中產的 有個盼望要求他做甚麼 但是他有的 最後找了一位女士 擔任這個位置 叫做Mona Mona 就是Fortier F-O-R-T-I-E 就譯了做福蒂爾 中文名叫做福蒂爾 這個福蒂爾 他自己是 講法語母語的 在一間加拿大最大法語的 專上學院 他不是教書 他是在我們這行 做那間學校的傳訊部的主管 做了議員 不久 其實是在補選那裏 才成為議員 幾年 從政經驗是一點都不豐富的 但是 由4月開始 才是在Octawar 其中一個選區 就是補選裏出來了 17年從政 現在是 兩年左右 對 就已經給了一個新的位置 給他做 好了 就說到 那封信裏面 真的不太知道他做甚麼 總理要求 要求我做甚麼 看完封信也不太知道 但是同時 就給他兼任多一個 叫做財務部的副部長 這個就清楚很多了 因為財務部真的管很多東西 我們說過 西部西北部 那些輸油管做不做 怎樣做 怎樣去推出來 又要跟川普說一些貿易 現在說是一個 北美新的自由貿易協議 那些有很多 他兼做這裏 即財務部方面很清楚 但是甚麼叫做中產 幫中產做事 就不知道 好了 總理答不到 說法有道好 是不是這樣 給他一個空間 你作為一個 你身的部長 你說要做些甚麼 是不是 可以這樣理解嗎 不是都要是 因為老闆沒有說清楚 大家就問當事人 你真的做了這個部長 究竟你是做甚麼 你想做甚麼 又是問大家 我看他們的訪問 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不問那麼多 就先叫你 你覺得甚麼叫做中產 因為沒有的 其他那些 你說 他們有一個 Ministry of Seniors 這是很明顯 給長者的 有些是就業的就業 家庭的家庭 兒童都有的 但是現在無緣無故弄出一個中產 大家就有點歪頭了 那這位姐姐 這個福太義是怎樣的 他那個答法 就都有一些少似我們薯片叔叔 他就說 其實他就沒有用錢來解定 他的說法就是說 不是就是那些 在我們加拿大 那些收入就足以 去負擔到一個 有質素的生活 那那些就是中產 有質素 那些人說甚麼是有質素 有質素 那他就說 譬如說 如果你有兒子女兒 可以支持到他 玩到你的國技 就是加拿大的冰上谷棍琴 可以有錢 是去給那些女兒 有興趣 去發展他們的運動 那他就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 你有餘錢 可以打 不是看法國電影 就是把你的兒女 喜歡玩甚麼運動 學甚麼樂器 都可以有這樣的條件 去做到 就是了 換言之 對下一代的 你有條件 去讓他們自己作一個選擇 是嗎 可以這樣說 他的出發點就是 你的收入是足夠 那如果是這樣 那是否應該 從提高別人的入息 那裏著手呢 如果提高別人的入息 著手 不用你 很多其他部門 財政部 有個就業的 有人專管 應該是那些人在做 所以大家是比較 都爭頭 好了 那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 你說來說來說不清楚 那我自己就試一下 我也有興趣搞清楚 究竟甚麼叫做中拆 其實我們自己的統計 都有一個定義 通常那個定義 都是用那個地方的 中位入息數 不是平均 是中位 中位入息數 這個OECD 就是一個國際的經濟貿易發展的組織 那他們的定義就是 你那個收入 如果在那個地方 加拿大 就入息中位的75% 到200% 那我都將你界定到 是入於中產的 所以其實都幾多人 中產為甚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他們 往往投票很厲害 就是那個票員 這是一個說法 就用你的入息來解 我接著再尋找誰說中產呢 通常都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就是馬克思恩格思 就是用階級離婚 意思就是說在一些貴族 管治階層 還有在一些農民 或者是木產階級 中間夾住的那個 小資產階級 就是中產 小資產階級 OK 這個也是 第二個的 界定方法 都不是最早 最早原來 在英國說起 英國有一個商人 他幾百年前 就寫了一個 自己印了一個 叫做範圍出來 他做甚麼呢 成五十版 我都不知道 叫不叫做小冊子 成本書仔 是書仔來的 不過他當時 那個印刷就是一版 其實很少字而已 好了 他怎樣呢 這位人兄 叫James Bradshaw 1745年的時候 就印了這份東西出來 是一個petition來的 一個請願信 是去給當時的國會 就是說甚麼呢 那個題目 很有趣 我覺得 是scheme to prevent running Irish rules to France 一個計劃 是去防止 我們的愛爾蘭出產的羊毛 是被運到法國 那時是甚麼事呢 其實就是在說 愛爾蘭自己出產的羊毛 最後是被法國買光了 就是人家出得欺錢買光了 那你喜歡賺外匯 那你喜歡賺外匯 但是本地人 本地人怎麽算呢 是 他寫了五十版紙 去解釋為何要處理這些問題 裡面就提到中產這個概念 這是本土主義 原來中產是跟羊毛有關的 然後就去說middle class 差不多時候 其實更加說得多一點 就是middle sort 就是sort 即是中間那種人 就不是說清去做一個階層 當時都還不是這樣說 一堆人是群人 是群人 是群組 有趣 現在大家就有了這樣的部長 大家都不知道他做甚麼 所以就是會 反而焦點放在他那裏 就是反而大家都看著 你究竟跟我們搞些甚麼出來 就是就著中產 有些教授就講 就是問教授 覺得是甚麼意思呢 為何他會新加一個部長委呢 那我看有些評論 就是如果他自己都 就是做這個部長委的人 以及委任他的人 都講不清楚究竟做甚麼的 我只可以說 就是純粹是一個公關show 就是覺得 虛位來的 總之我要告訴大家 我很關心中產 但是究竟裏面有甚麼內涵呢 是完全欠奉的 這些就是 就是做show 親真正的事做show 不過香港有很多人都 自己聲稱自己是一個中產階級 其實他們往往就是有排都未到 可能是他們盼望 想去到的一個生活階層 我們在香港來算 如果說自己是中產的人 大約有七成左右 即不同的調查 差不多出來的幾個調查 就是這樣 我猜Peter 你和我都會這樣形容自己 是吧 我自己是爭取中產 我會這樣說 Peter 你有樓有車 這是債來的 然後又去 那些是債來的 有排還的 你一年出外多少次旅遊 好幾次 你這樣都叫中產 好幾次 剛才說有三十六個部長國員 他裏面有Ministry 就是Minister負責的東西 有Transport 有運輸 有Economic Development 這些我們都有 有Infrastructure 有些叫Communities 有些是看少數做的 Equality 有Employment 有就業的 有福利 發展 有醫療衛生 有Family 就是專門針對Family 有是對小孩子 社會發展 單單就沒有把Housing抽出來 但是加拿大其實住屋都是一個問題 其中一個如果大城市就是 要不就被我們搶貴了 我們的意思 外利人士 我也有留意到 每一次我去溫哥華的時候都有留意到 真的不明白一個這麼旺的市中心 居然是有很多露宿者 真的不知為什麼 這麼多年 仍然是沒有改善的 Homeless 所以那些人就說 其實我猜他 或者覺得他應該做 就是要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那些露宿者 是 都幾次我們 原來他 加拿大也有十年建築大計 我們沒有多久之前 政府才說 要修訂的指標 在加拿大的情況 加拿大 這個十年的建築計劃 十年的房屋計劃 總共會用 550億加拿大計 分十年勢 就會 在十年裏面 就 做多 目標很小 就是 十二萬五千個新的家 就是新的單位 可能是屋 可能是單位 然後就是 復收或者是翻新 三十萬 其實很少了 每年是 每年是 慢鬆一點 一萬二千五 雖然我們常常 南特區政府 經常落後 越爬越長 如果比起加拿大 那些目標 就差很遠 加拿大 如果有決心去做 應該不太難 地也有在 對 但是 不知道 這些都是 猜猜一下 因為 他們現在說 加拿大那個 Housing Affordability 即是說 你用在 多少年薪 他不是這樣計 他就是將 你 就是 像你所說 很負擔能力 欠人家多少錢 就是用在 紋箱借 總之你借回來 那筆錢 就是欠人家多少錢 是用來買房屋 用來房屋 那個就做份子 然後那個份母 就是你自己 可以用得 就是真的拿得出來 可以運用到的流動資金 那個Disposable 真的可以拿出來 用的錢 就是做份母 這樣脫一脫 之後 加拿大出來 那個答案 就是 177% 即是說 如果我可以用 每個月用一萬元 這樣就算了 那我用在 就是欠人家的錢 是因為 買房屋 因為住屋 就是欠人家 17700元 這個就是加拿大人的狀況 人家 是 對 好 好 我